通过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发生大火的高雄市延城区城中城大楼 从屋顶到外观全部残破不堪 大火发生前几个月 城中城大楼外还挂着褪色的电影院招牌 上头还有溜冰场广告 骑楼上好几名哭作聊天的老人 多数地方堆满东西 内部环境更是脏乱 满如废弃的大楼 据了解 乌铃约40年的城中城大楼 在1981年启用 是地上12楼地下一楼的商住混合大楼 当时地下一楼有歌厅 1到4楼是商场 5到6楼是电影院 7到11楼大约有208户住家 12楼是餐厅 风光一时的娱乐业酒楼 生意好到不得了 但随着商圈转移 城中城大楼逐渐没落 当商场卖店关闭 大楼内部管理不善 200多户的小套房因为租金便宜 住户也变得复杂 大楼变成治安死角 1999年曾经发生过大火 当时有28人被抢救出来 后来还一度有建筑商想收购大楼 但因为产权复杂而作罢 如今一场大火再次烧出了建筑安全问题 就住户的安置 或者是后续的相关的一些处理 能够提供最大的一个协助 虽然高雄市长陈其迈强调 后续会处理相关问题 但如今这场大火酿货 都与这些隐形因素脱不开关系 而针对这场大火 台湾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在脸书发文表示 高雄城中城凌晨一把恶火 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现场犹如炼狱 去除韩国瑜短暂入主是否的时间 民进党在高雄执政超过20年 难道城中城的消防问题 是今天才出现吗 赵绍康提到 起火的大楼入住的大多是 行动不便的经济弱势者 又缺乏消防设施 最终导致重大死伤 城中城被称为高雄第一鬼楼 明知道要求民众自行加装消防设备 对弱势住户是无法承受的负担 市政府却只会不断依法开罚 地方官一点同理心都没有 问题存在已久 民进党历任首长 究竟全人无知还是视若无睹 赵绍康还提到 如果年初陈其迈或蔡英文 就能做出全力协助安置的行动 这场惨剧或许不至于发生